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PayPal Webcast 我是公民记者童梦工厂 很高兴能够担任本桌的客座总编辑 这个礼拜我看见有关老人学习以及家庭照顾的新闻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两个主题 有关老人学习的新闻 长龙热林大学 影法族上学区 这个是由长龙大传系所做的采访报道 内容是一位75岁的沈奶奶 四年来陪伴着沈爷爷的求学过程 也记忆了沈奶奶一同加入大学生的行业 参加热林大学之后 我一起过去的私学岁月 重新感受到学习的喜悦 我也曾经担任热林学堂的讲师 也有学员遇到相同的情形 早期因为家庭因素或工作关系 我让他们无法顺利休学 现在能够重新回到学校上课 所以也格外珍惜这个机会 透过长龙大传系的学生来关注 以及报道这些新闻 让大家可以看见银法处在热林大学的学习过程 以及求学的经验 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报道 鼓励更多银法处一起来上大学 另外一则相关新闻 船神能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这则是由阿英所做的采访报道 影片一开始从师神到传神 念容是一群年长的志工团体 传神热林单车家族 学习当一个电脑的新鲜人 年长的同学们 大多对学习电脑抱持着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清理 透过陈淑敏老师丰富的教学经验 和他的专业能力 指导年长者学习电脑使用概念 连出部落格等网络资讯 阿英在这则报道里 很详细去访问很多年长的学习者 学习他电脑的一种心得 还有图门并妙的内容介绍 让大家可以看见年长者 学习电脑的过程 从画面可以感受到活到老 学到老 多彩多姿的学习乐趣 帮助高龄者快乐学习 希望老年人不再失神 反而更加传神 接下来是家庭照顾的新闻 坚持照顾老母不讲外人 这则是由好奇宝宝所做的采访报道 好奇宝宝将照顾母亲的生活情形 及互动留作纪念 用摄影及直播的方式报道 因为医生逐步不可以 让年迈的母亲独居后 和旅兄弟轮流照顾 因为他的母亲会忘记曾经吃过饭 所以每天将他的吃的饭 照顾留念 有照片为品较难说服他 他的母亲脚不好 又不喜欢做附件 所以只要找些理由 带他出去走一走 这则报道 好奇宝宝坚持照顾母亲 用他自己的方式 将照顾母亲的过程 透过照片及文处事须 呈现他与母亲生活的一面 那我们从另外一则新闻来看 从家庭照顾则睡眠障碍 到我要周秋一日 传奇服务记者会 为全台的家庭照顾者发声 许多长期照顾者 常在228公园音乐台上 呼喊我要周秋一日 不要熊猫眼 希望政府能听见他们的心声 将照顾者权益纳入政策考量 你知道 随着高年化社会 所衍生的家庭照顾资源问题 台湾家庭照顾者 预估多达72万人 有八成是女性 平均照顾年数超过10年 每天的照顾时数 平均达14个小时 许多人更是24小时来待机 照顾者的压力是一般人 难以想象 所以我们从这个报导可以 来开始来关心家庭照顾者 也是关心你的未来 自从2008加入公民记者的行列 一路走来跟着大家一起学习成长 那各地的公民记者报导 其实相当的多元化 也有各自关注的议题 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骨 也看见很多优质的公民新闻 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公民新闻报导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